艺术家进行装置艺术 总是思考如何跟当地人 缓环境融合 卢凯族艺术家安生会 赋予东河乡就东河巧新的面貌 将椅子放在巧面中央 连球体编制物摆放在椅子四周 跟马武酷稀缓缓流水 太平洋壮阔海洋 呈现不突兀的美感 装置艺术名称为旅行中的风景 创造旅人以环境对话机会 拉近人与历史的距离 装置艺术本来就很美 可是给他的一些生命 或者是可以要动的东西 非常的少 所以他开始的这一个装置艺术 我觉得非常的棒 而且确实会吸引光客 可是可能在广告或者是宣导 或者是可能不是很 宣传方面不是很用力 东河乡居民一直希望 可以发展在地人舞观光 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 管理处今年进行东海岸旧桥装置艺术展 打造新环境美学 宣定充满民俗风情与历史人文特色的 张远桥旧东河桥为亮点 那因为以前已经有办过这样子的老照片的部分 那所以说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把今年这个大地艺术节 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创作的方式 也延伸到这个东河旧桥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今年还特别请了这个安生会这个艺术家在那边做这样子的一个 用藤族这种方式去做的一个艺术创作 东莞处尝试透过作品周边环境结合 希望可以让游客欣赏东海岸美景 也能感受在地人文艺术 记得下面一代圣台东东的采访报导